昨天有議員說我們這什麼疫苗放到過期 來打這個過期的疫苗 還有藏疫苗 就是這樣啦 議員很辛苦了 晚上10點要發這個新聞稿 結果當然不出手料 半夜就很多報導了 其實這個是這樣啦 這個議員放心好了 因為這樣 中央播多少疫苗下來 我們就打多少 因為每一支疫苗 他打的你知道都有登錄 所以絕對不可能藏疫苗 因為沒有地方藏 播多少就打多少 這個都有登記的 不可能藏疫苗 結論是這樣啦 台北市政府沒有藏疫苗 也沒有打這個過期的疫苗 事實上中央在9月18號 播給我們台北市1500瓶的疫苗 那到期日是10月3號 所以播下來就只有兩個禮拜的時間可以打 那當然是這樣啦 其他國家送的疫苗 我們不敢說挑三檢四 還怪說你怎麼送這個 快要到期的疫苗給我們 反正 我以前都講過嘛 你發下來 我們就認真跟你打嘛 那所以你1500瓶發下來 剩下兩個禮拜 我們就到期了 我們就趕快找了 我們台北市還好醫療院所多啦 所以我們就找了63家院所就 撥下去打嘛 如果打得快了 我們還可以把這個疫苗再撥給他去打 所以事實上都沒有打都沒有過期了 那這一次的確是因為P號太多了你知道嗎 他這個登錄的時候 拉錯那個P號 拉錯P號 大概 所以這個既沒有 什麼 藏疫苗 藏疫苗是不可能啦 這個都有登錄什麼藏疫苗 也沒有打過期的疫苗 不過 上傳K錯倒是真的 就拉錯 這個我們會再 再做一個防呆的裝置 是不是已經 已經K完了疫苗 就從那個下拉的螢幕給他拉掉 拿掉 就減少去拉錯的機會 這個我們會在 會在跟醫院大家討論看看 這個城市的設計 怎麼設計防呆的裝置可以讓 讓大家減少錯誤了 不過這段時間 因為太多種疫苗在打了 他每個疫苗又有好幾種P號 所以 這個我覺得 K錯還是K錯啦 不過這個我們還是 醫療本來就要求精確了 所以我們也沒有去 回避說他拉錯那個P號的 在輸入的時候拉錯P號這個錯誤 這個我覺得我們會想辦法 再給他最愛的防呆的裝置 避免這種錯誤以後再發生